要說到今年一歲展的大黑馬 絕對非歐美大廠 Bethesda 莫屬囉 除了其下幾款大作要推出 VR 版本 展中最令人興奮的 就是《邪靈入侵 2 》正式曝光的消息囉 由惡靈古堡之父三上真思 領軍製作的恐怖生存遊戲《邪靈入侵》 在驚悚之外還充滿血腥獵奇的要素 是一款極受玩家喜愛的作品 而大家期待已久的續作《邪靈入侵 2 》 總算在展中首度曝光 不僅是個大驚喜 更棒的是不必等到明年 在今年10月就可以玩到囉 在二代中 玩家將再次扮演警探塞巴斯丁 深入充滿夢魅的黑暗世界 不過這一次不是要調查謀殺案 而是要救出自己的女兒 除了有疑似邪教的團體登場之外 還會有一大票的異形怪物 阻擋在玩家眼前喔 《邪靈入侵 2 》 承襲了前作《恐怖獵奇》的風格 不但由血腥場景帶來的強烈壓迫感 殘虐扭曲的故事和意識流的劇情 絕對是對玩家意志力的一大挑戰喔 由名製作人所催生的《邪靈入侵 2 》 這個全新的系列 是不是能夠再造新一代恐怖生存遊戲的經典呢 就讓我們好好期待吧